一分钟带你了解光通信小知识 哈喽大家好,我是Emma 欢迎来到一天小讲堂 本期视频我们来了解一下400G AOC有缘光缆 下面我们来一起看看吧 在往期视频我们介绍了200G AOC 那么400G AOC在此基础上又做了哪些升级呢 400G AOC线缆是一种高速光纤连接器 一天光通信提供的400G AOC 可以应用于传输距离为50米以内的仪态网中 它采用了QSFPDD封装形式 8通道,每个通道传输速率为50G 总传输速率为400G 与传统的200G AOC线缆相比 400G AOC线缆具有更高的传输速率和更大的带宽 可以满足更高速率的数据传输需求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400G AOC的这种常见分支 400G QSFPDD AOC两端采用 QSFPDD封装模块 使用VCCL阵列技术 基于PAM4的信号调制 每个连接器拥有8个50G PAM4电器通道 所以每通道速率可达50G QSFPDD作为400G数据中心中的流行封装模式 可以实现设备间互联的功能 400G QSFPDD转2×200G QSFP56 AOC有缘光纱 一端采用了400G QSFPDD连接器 另一端采用的是两个200G QSFP56连接器 用于数据中心一路400G与二路200G以太王的互通链路 400G QSFPDD转4×100G QSFP28 AOC有缘光纱 一端为400G QSFPDD连接器 另一端为4个100G QSFP28连接器 用于数据中心一路400G和四路100G以太王的互联 使用可靠的VCCL阵列技术具有低功耗和低成本的特性 400G QSFPDD转8×50G SFP56 AOC有缘光纱 一端采用400G QSFPDD连接器 另一端采用了8个50G SFP56连接器 用于数据中心一路400G和八路50G以太王的互联 本期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期视频内容预告 10G DAC和10G AOC线缆知识对比 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